我要告诉你们 把棉花糖放进微波炉加热 它会缩小还是膨胀 嗯 缩小啊 咦 膨胀啊 再一口告诉你们 下面几样东西放进微波炉 哪些也会膨胀 A 泡泡糖 B 玉米粒 C 肥皂 B 虾片 请作答 你还会很难受吗 怎么有个多年假 我选它 肥皂 还有 玉米 能变成多微花 那我选泡泡糖和虾片 嗯 跟我反正选 包袱你输 吹 好 那我们选择来沿着 首先是八果糖 哦 它融化了 什么回事啊 小终妹 爬死了 第二个 玉米粒 哎哎哎 你听 再爆了再爆了 等着是爆米花 啊 没爆 很可惜 新鲜的普通玉米 认识爆米花 第三个 肥皂 肥皂 肥皂怎么可能抗胀 肥皂有什么可能抗胀 肥皂主要还有高级脂黄酸 很松软 而且又有水分和空气 所以一受热 就会变成 云朵道 比你比我中 比你强 那下面还没试呢 有没有藏伞 这虾片没有油 怎么回事 啊 这一集 咱们实践的图真之 哼 你就是把它烤装了 它也本装不起来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我们知道 虾片里还要大量的两分 瘦装后会变成凝胶状 同时它所含的少量水分 会气化膨胀 所以就会像吹击球一样 像赶别的虾片 诶 碰热了 啊 下面还能这么大 没错 拨屁是吧